俄罗斯戴尔M2防空系统在战场移动 但显然没发现上头的无人机 类似的攻势也毁掉俄罗斯铠甲S1 和山毛举防空系统 乌克兰加强锁定俄军防空武器 当然没放过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要地 靠着美国援助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克里米亚许多防空设施短短一个月 损失好几十个让俄军措手不及 从贝尔贝克塞凡堡到卓诺摩尔斯克等 克里米亚几乎各个角落都无能幸免 最近又传出距离克制以西约50公里的 小尔基诺也冒出火光 其实乌军频频锁定克岛的防空系统 研判与即将部署F-16战机有关联 先前荷兰空军指挥官就透露 今年夏天原屋的F-16战机将能准备就绪 后来防长甚至说乌克兰可以用F-16攻打俄国境内 消息一出逼得俄罗斯提请准备 另外 据据美国智能力 Russian long range aviation has already shifted the focus of its cruise missile strikes to Ukrainian air bases 全都要保护沙尼斯拉和其他地域 从未来的F-16攻打 虽然F-16确切上阵时间还是最高机密 但乌克兰却刻意在此刻公布飞行员在丹麦受训的画面 当中还有乌克兰受训飞行员以亲身体验 比较驾驭F-16战机和俄国战机的感受差异 当各界慢慢将目光集中克里尼亚的同时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也公布一段 当初收复蛇岛时未曾公开的镜头 显示乌军一开始是透过搭直升机展开突袭 并在一连串空中炮火掩护下登岛成功 参与任务的乌军登陆后也得惊险穿越废墟 与俄军惊险交火 也多亏乌军成功收复蛇岛 乌军之后才能顺利展开一波波 对黑海舰队的打击 重挫俄国海军 湖内近期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 还是继续遭俄罗斯拿导引飞弹狂轰 周末东南部地区札波罗热 也有住宅大楼和商店被封 有儿童丧命 对着俄军尝试步步禁逼 东部盾内刺客的托雷刺客镇 当地乌克兰警方又忙着协助居民撤离 除了用担架转移行动不变的老人之外 也有居民一脸惊恐抱着宠物逃难 因为住家外其实已经被炸烂 同一时间乌克兰也使用海马斯 多管火箭反击 炮打俄罗斯占领的卢干斯克地区 至于其余边境地带 则同步靠无人机帮忙 深入打击俄国境内的 贝尔戈罗德和布杨斯克等地 不过俄罗斯又声称 击落36架无人机 宣称没有酿成人员伤亡 由于美国的陆军战术 飞弹系统还是不能拿来打俄国境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三喊话 希望放宽 否则边境民众的安全还是尽急可危 此新闻综合不倒 这剩两年半以内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第二度生死保卫战 五月初俄军发动闪电战 乌军92突击率 奉命赶赴哈尔科夫前线 空中有无人机偷袭 地面有俄军渗透 而乌军手上的炮弹所剩无几 俄军从两个方向推进这座150万人口的大城市 但在乌军的誓死抵抗之下 攻势受阻无力推进 来自哈尔科夫的士兵义不容辞 从其他战线回防保卫自己的家园 专家认为俄军深冬即兴的目的 就是要让乌军抽掉兵力 让盾内刺客防线空虚 都是乌克兰土地 一寸也不愿放弃 不过同时 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南部 发动空袭破坏后勤 扎波罗热这场袭击 至少造成7人死亡 其中两名是儿童 另外一座大城地捏波罗的住宅区 也成为俄军的目标 乌克兰人感慨 孩子才刚从学校毕业 本来有大好前程 如今未来只剩战火跟死亡阴影 TV节目报道 俄军榴弹炮射击 乌军也不遑多让 但俄罗斯部队宛如源源不绝 坦克车不断狂轰 俄罗斯持续猛攻乌冬 但是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俄军起时惨兮兮 光五月份为了攻打哈尔科夫 伤亡人数每天落在一千两百人 是开战后伤亡率最高的一段时间 而且两年多来 俄军总死伤人数 也已经来到五十万人 以至于他们现在每个月 都要招募多达二点五万 到三万人参军 因此俄罗斯军队为了施压 一直空袭乌克兰民宅 地铁波罗市中心 一栋建筑就被炸毁 附近车辆也都被波及 还有民众被困在车内 被救援人员拉出来 这起俄军攻击 造成多人死伤 如今俄罗斯总统普清还放话 美国过去退出 和俄罗斯签订过的 中程核飞弹条约 飞弹产量早就没有约束 这回普清决定恢复 中程核飞弹生产 势必增添核战风险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 李宗盛